中原普渡集體大拜拜 桌上滿滿祭品 看起來好壯觀 但居然有人拜這個 拜好兄弟一大罐白花油 原本以為只是都市傳說 沒想到真的有人拜 口罩 快篩試劑和清冠一號 防疫小物也擺上桌 有網友發問 不怕趕走好兄弟嗎 難道是創意拜拜 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 覺得怎麼樣 覺得就還滿新穎的啦 很多人因為武漢肺炎 因為這樣喪失生命 所以特別準備清冠一號 還有快篩劑口罩 讓這些好兄弟可以使用這樣子 民俗專家表示 萬印白花油 好兄弟又稱萬印公萬印婆 白花油象徵白色花朵相當應景 而早期拜拜會白感冒藥 飽肝固腎等藥品 希望好兄弟不受疾病干擾 但現在口罩快篩試劑清冠一號 變成祭品最新三寶 連拜什麼也要跟上時代 古代是用感冒藥啦 夠油漬的夠花啦 那現在已經改好了 不復時代 中原拜拜不少禁忌 但疫情期間不少人染疫死亡 讓防疫的口罩快篩試劑 和清冠一號也首度被擺上桌 和餅乾飲料一起拜 成為中原節最行話題 既有來關章 台南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視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視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